中国汽车市场的飞速发展 选号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如何能够选到自己心仪的车牌号呢 选号的过程呢还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呢要登陆当地的车管所的选号系统 然后呢需要填写详细的个人信息 以及车辆识别码等等CC登陆 登陆之后呢就可以按照规则来选取号码了 一般呢选取号码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呢是自编自选选号 需要呢在车管所大厅内自主选号 车主呢可编写的进行搜索 看是否啊被人占用了或者是符合规则呢 不过选取号码的时间呢为三分钟 如果超过了三分钟 未选定号码的自选机将会自动退出 二互联网选号 这类号码的排列方式呢 一般以四个数字加一个英文字母组成方式 车主可从分选择 第三种呢10或50选1 具体哪一种方式呢要看各地的政策了 这种方式号码随机滚动 一次呢拍定10或50个号牌号码 车主呢可任意的选取其中一块 30秒内未选定将会自动的默认第一个 在选择之后呢需要在三个工作日之内 到车辆管理所办理机动车登记 与其呢系统将会自动收回这预选车牌号进行重新分配 如何呢选择自己心意的号码呢 其实啊也并不难 自编自选当然是最好的 所以最好的是多准备几个方案 点击手快一点 其次呢选择有纪念意义的数字号码 如果呢给出的数字有包含 如生日等有纪念意义的数字 马上就选 多留意带6或者18比较吉利的号码 这类呢一般来讲都是比较有价值的 如果没有特别要求呢 选择一个顺口的也是不错的